说湖南诸州一位潜水发烧友在潜水时发生意外不幸遇难 事发地点就是我们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地方是位于诸州市的P10洞 5月15号的下午3点左右 长沙市6名潜水发烧友前往这个P10洞潜水 其中一人失联 长沙市越路区蓝天应急救援队接到求助之后 带了水下机器人过来 15号晚开始了搜救 16号上午再次进行了搜救 直到16号下午经救援人员不断的搜索 最终有水下机器人发现了失联人员 遗憾的是人已经死亡 根据家属介绍的这名遇难的潜水者不到40岁 有潜水症身体健康 是湖南省某医院收费处的工作人员 当天跟他一起来潜水的一共是有6个人 其中有3个人带了比较完整的潜水设备下水了 下水的时候携带的氧气量够支撑一个小时左右 家属说下水之后 三人是在水底上升之后 发现顶部都是石头 他们就急着寻找出口 在这个过程当中 遇难者是和朋友走散的 发现同伴失联之后 另外两个人上岸之后 就立即报警求助了 当地的公安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 迅速展开搜救 但是搜救难度非常大 主要是披石洞地形复杂 根据了解 事发地披石洞 以前是一片石头场 是采石形成的一个矿坑 废弃之后是涨满了水 大概是有1万平方米 遇难者和同伴潜入的是 矿坑内部的一个 水深大约70米的矿洞 和矿洞相连的 还有一个3000平方米左右的矿厅 里边地形复杂 能进度只有2米左右 长沙市越路区 蓝天应急救援队 接到求助之后 带了水下机器人过来搜救 一晚一天之后 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幕 还是发生了 参与搜救的一名人员介绍说 三名潜水者下水的时候 带了40米的绳子 遇难者可能是被绳子绊住了 根据参与救援的 长沙越路蓝天救援队队队长介绍 遇难者考取的是 开放水域的潜水症 但是它这次潜水 是属于洞穴潜水 难度要比开放水域更大 情况也更加复杂 关于这个洞穴潜水 我是特意上网搜索了一下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极限运动 普通潜水 一般是在开放水域潜水 潜水员遇到问题时 就可以立即上升到水面 呼吸到赖以为生的空气 那即使装备出现了故障 也有这个充足的光线 可以处理问题 并且找寻前半 但是呢 洞穴潜水 是在黑暗的遮顶空间环境下 容错率极低 一旦失去有限的空气 或者有限的照明 或者失去出动的导向 而无法离开封闭的环境 就只有窒息这一种结果 是的 根据统计 近年来死于洞穴探秘的潜水员 当中大部分都没有洞穴潜水证书 也就是说在没有经过专业的洞穴培训 和上部具备 足以应对复杂状况的能力之下 就贸然涉险 才是导致风险的最关键的因素 洞穴是一项对意识和基础训练 要求极高的探险活动 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所以请在决定入门之前 合力地评估自己 是否有足够稳定扎实的潜水技术 是否有临危不乱的强大心理素质 以及能否承担一个探险者 极有可能面对的后果 感谢观看